哈喽欢迎各位 大家晚上好啊 今晚呢啊 刚才有跟大家报告了 就是今晚这个是呃 象棋爱好者啊 就是那个很大的群组啊 那个群组有6000多个会员啊 安排了我们几位 哈喽欢迎各位 下这个网络交流赛啊 所以今晚的这个比赛用时是15分钟加5秒 所以我就不做记录了哈 怕来不及啊 所以刚才跟前观黄协商好了啊 是说我们下两盘棋呢 第一盘我先手 第二盘他先手 好面对强敌啊 我们要下什么开局好呢 啊肯定要下自己最拿手的开局 啊我还是忍不住啊要做记录 所以做记录吧做记录比较习惯 等一下复盘呢也方便哈 可以把复盘的旗写出来 前观黄呃应该算是老朋友吧 我们在很多比赛都对过很多次了 所以现在啊之前呢我对他下这个冰底炮的时候 呃他都一下泡八平五 所以今天我改去下这个泡八平六啊 看他有什么其他的走法吧 哦这一次这个走法怎么好像他也跟我走过的样子 车一平四啊马上瞄住我的这个炮 那我必须上市了 否则等一下他泡八平七我就麻烦了哈 那肯定要出去 黑方马二进三 好所以这个现在呢各位啊变成了一个 嗯很特别的局面 这个骑不晓得啊这个黑方有没有打算要 冲中足呢 我这个时候先下炮二进二吧 炮二进二有打死车的手段 黑方选择炮五推一 哦好有心意的一步棋啊 嗯这个是什么新花样 好特别啊各位 那我先补个相吧 啊欢迎各位其友们欢迎各位学生啊 欢迎你们加入今晚的这个直播 啊这是我对全光黄啊第一盘棋 我们是下十五分钟每一步加五秒啊 啊虽然说 呃是不需要记录的 但是我还是做了这个记录 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习惯啊 做记录可以避免自己下太快 黑方呢现在呃只能说呢下出了好好几步很奇怪的棋 啊中炮比如说炮五推一现在 他是怎么想呢这个棋也蛮好玩啊 啊所以下棋呢有时我们也要去猜啊对方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啊 以前呃蒋川曾经跟我说过啊 像其最高境界就是双方呢在猜对方在想什么 谁猜到谁就赢了 大家认为怎么样呢怎么感觉这盘棋呢 红黑方好像没有下出什么有利的手段呢 现在我的马又搭上来感觉这个开局啊 红方是有扩大这个线索的 那黑方这样是要会满意吗 哎他老前在想什么啊 没有理由给我这么大的优势啊 推边族 难道接下来准备车久进山吗 越来越奇怪的 这种乱乱来的手段有时 反而害自己啊 会更重伤啊 好吧我下一个炮溜瓶器 这部炮溜瓶器就是针对黑方的车久进山 他车久进山我以后就有炮气进四打上去 所以黑方现在会选择补个像吗 问题是一补个像呢 他的这个什么啊 马啊 山路马就马上没有根了 这个也是黑方要考虑清楚的 所以下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黑方感觉啊 所有的子力好像没有发挥到很好 意思说这盘棋如果红方不要犯任什么大错误的话 大致上可以拿下了这个棋 因为 毕竟啊我的大指全部都在很好的位置 而且加上我很了解钱光皇的下棋风格 他喜欢下这个中炮架嘛 下棋会比较凶 所以我就特地呢先把四项补好 这样就可以针对他下棋的风格 当然先手可以这样做了 后手就未必可以做到 对不对啊各位 等一下呢啊 钱光皇先手啊应该会下出他的拿手 骑马局啊 我还在 考虑啊等一下第二盘要怎么下呢 当然现在更重要的是把眼前这个第一盘先下好啊 感谢我们的这个刚刚加入这个 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啊啊 我自己本身呢也必须专心想棋啊 要不然等一下轮到我走了 我又走想不到棋 因为每一步棋呢 我们只有五分钟的用时 步时啊 所以刚才钱光皇有个我 说这个步时是不是可以放长一点 我当然没意见了 因为的确是有些棋可能要想久一点 对吧 有些棋可以走快一点 但是刚才情况皇在开局的时候走了很快 现在进入中边反而放慢了 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很多棋手的习惯 就是开局下快快啊 然后中边才慢慢想 然后残局就完全不知道要走什么了 我的练棋方法是开局下慢一点 中边就要放快了 然后残局是不可以想的 因为残局就是你的基本功嘛 如果你要想一次说你的基本功是不是还没有打好 哦 现在钱光皇选择了一个主五进一 这步棋我要思考一下 这步棋他要怎么发展 他难道不怕我马六进去吃下去吗 这样子未免太过危险了吧 我马吃下去哦 他要把锯抬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就要去哪里了 我有没有这样的手段 各位我马先踩这个竹 以后呢就可以兵器精益 再炮二瓶器 我全部大指搬过去 现在如果把锯抬上去好像没有太大作用了 锯去塞上也有意义吗 现在炮打足他可以飞边向 如果我先走一个G8进8呢 打了他飞中向对于我好还是不好 但是我炮一打上去呢 这个山路马也没有跟 那没有必要那样走 就马吃好了 下一个马六进去 哦 钱光黄也来直播见了啊 好啊 欢迎你啊 你不会觉得很干老吗 如果一边看我讲棋一边又想棋啊 你不怕我骗你吗 等一下我讲一个老牙棋 我讲是好棋啊 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这个下棋里面这个有聊天我就不看了 各位啊 不要影响我们下棋了 要聊天的话来这个自播间我还可以回你 在这个棋盘里面所发出来的信息 我就不用去理会 然后呢各位刚才我有啊 在我的主页啊分享的话 如果各位要进我的这个粉丝群啊 微信粉丝群啊 大家只要转账一个50块就可以了啊 下次呢 我有上网还是什么都可以跟大家页好下棋 而且在那个粉丝群啊 而且在那个粉丝群啊 我有什么最新的对局还是什么都可以在里面跟大家分享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啊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啊可以加入 哦 现在他又把棋抬起来了啊 这个棋是不是有打算以后要聚久平视再塞上眼呢 什么你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是谁啊 兵器进一好像这个方向又不大对了哦 怎么走好我也不大清楚 嗯 这盘棋 也要小心啊 不可以下的太随意 马来西亚的第一人 怎么啦 你要把我弄成第二人是吗 马赤竹 他居摆中间 我能走什么 进七路兵 他会不会车久平视 我要怎么处理 哎呀 感觉要这样下的 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走法啊 现在 先看一下全光环会怎么处理这步棋 好欢迎啊 欢迎啊 黄汉荣 欢迎邵伟林 欢迎陈毅林 好多林啊 我刚才也有分享那个啊 第一届的这个网络经营赛的起手见解啊 那位是 那个 短片呢 是 林子权啊 马来西亚象棋王子母亲做的 哎呀 声音突然间沙哑了 当然各位如果 呃 这里认识秦光皇的棋友们啊 你们都懂他唱歌很厉害 我能不能要求如果这盘棋我能够赢的话 他唱一首歌给我们听啊 开一个直播 怎么样啊 大家赞成吗 赞成的话可以在这里留言啊 赞成 老前唱歌啊 前光环开一个直播演唱会 前光环开一个直播演唱会 还是不多 但是没办法了 时间太长也很累 是吧 非常赞成啊 是啊 前光环唱歌真的很好听 前光环唱歌真的很好听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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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官方下棋的风格呢 他是那种想那些重要的点 然后把你给慢慢给磨折死 也可以了 只要会赢都是对的 对吗 各位我说的对吗 只要你会赢啊 下什么方法都是对的 哦他先冲中兵啊非常正确 这个组五净翼呢就给了我一点压力 下一步可以 如果我兵刺他 他可以把鞠平过来 车等下直接塞向眼 塞向眼就可以打我中向 所以现在我是不是要考虑马七退五呢 我还在考虑着马七退五对不对 他车平去中间我冰五斤一次 他炮打上来我冰再吃过去 吃了炮二平气 好像可以哈 哎呀下巴我也不懂对不对 我只知道这个G给他平过来 我就完蛋了 这个棋啊如果给他聚酒平视我就完蛋了 棋戒歌神是吧 哎呀梁国你是不是还没有听过 陈静大师唱歌 陈静大师他的海阔天空啊也是很好听 每次去全国赛还是什么比赛有晚宴的都有机会听到陈静大师为我们唱歌 当然钱光黄唱歌也好听啊 那这盘棋我们要听钱光黄唱歌的话 大家大家要为我打气了哈 我要先打败他呀 打败他才有歌好听 哈哈哈 啊 好不好 大家要支持我一下啊 支持我一下 因为现在呢啊这盘棋已经进入一个 双方啊开始打仗了啊 刚才我们都在啊 抢这些重要的位置 现在终于开始打仗了 哦 啊 钱光黄选择了一个 呃 进居啊 选择了一个车六进二 这步棋也有道理 嗯 那没有选择了哈 只能吃了 吃 吃了再打算吧 是吧 这个棋啊 应该是这么说 吃了再打算 他炮打上来 我有没有先 炮吃他的炮呢 他炮打过来 我将一个军他做上来 哎呦 杀不死的话 我随时会被反杀了 so dangerous 好 好危险的话各位 如果他炮打兵 我的炮去进五打上去的话 他炮打过来 我进马将他坐上 我在将军他上三楼啊 杀不到 等一下炮还要闷杀 打我底下啊 不可以乱走 那个钱 等一下输掉就很好笑了 我会给你们全部骂是吗 因为没好听秦光黄唱歌了 哎呦 黑方选择炮武 进山 怎么感觉自己好像有走错什么起 是吧好像有走错了哈 但是没法子了哎呀走错就错了 错也要继续下下去啊 硬着头皮来下啊 应该还不会太差啊 感觉还可以 我马五推去是第一个选择 如果炮吃他炮打过来 跳马将真的是没有棋啊 那就不要乱乱将吧 好吧我想不到其他棋了 应该是马五推去比较正确 现在我反正还有这个七路兵应该优势 还可以接受吧 好 大家觉得怎么样 应该 红方不错 如果没有这个七路兵可能就 感觉黑方有一定的这个杀伤力啊 我 我的一路车 是不是要注意平视对调等一下 因为现在好像没有空去动他哈 现在眼前有更大的问题啊 这些要先解决啊 情况还会走什么啊 会不会把炮中炮退回去 但是退也要退去哪里 他也不能乱乱退啊 我下一步的兵器进一还是很厉害啊 情况还会选择怎么走 好奇的 问一问 各位目前满意吗 我的下法啊 满意的话请留言一下 可以 按个666啊 满意吗 这样的下法 还是想看到更激烈的起 但是我现在 我也想激烈啊 但是怎么激烈法呢 啊 钱光皇要注意时间了 剩下三分钟了 不要想太久 等一下后面时间不够 哦 欢迎我们的骑王陆剑出啊 陆剑出骑王 欢迎我的好友陈有发大师 欢迎你们 那个是林俊安是吗 Terence Lim 是吧 欢迎方景康如人顺 林斯奇啊 欢迎你们 如果喜欢我这个下法 可以按个666 哦 哇 what is this 突然间来一个回马金枪 哇 呀 don't play play man 嘛 嘛 山退伍 what is say man 可以啊 这部 突然间的咯 想到 想到没有想到 他为什么突然间走这样的起 哎哟 很fantastic 这部 有帅到哈 这部哈各位 这部权到呀 这部是不理了 那阷子是很理由的 现在是不 Pumping 牌猫的 glor 哎哟 哎呦 谁在搞死鬼了 哎呀,看金骨的底子 哎呀,把锯伸上去吧 给他一点压力啊,各位 要不然黑方一直给我压力 不好看啊,对吧 我也要给他压力啊 前部子弟在家怎么迎人啊 现在唯一过河滨罢了 太不像样了 要把大使送上去啊 要不然怎么赢 反正我们遇到这个窩心嘛 第一个反应就是把锯抬上去 哦,兵器禁翼是吗 有考虑有考虑 兵器禁翼感觉也不错哦 是啦,我刚才有看一下 也感觉兵器禁翼也不错 哦,打我的锯 这部棋也是正常反应 炮8退1 这样他的锯现在在这 他的这个什么啊 炮在这条线我是不是要车8 退1啊 哦,他有马9 马5进6 进4啊,抓双啊 我可以乱乱走 想一下 这个骑走什么啊 车 退完兵临线 准备平车去中间 帅不帅 哎,我可以退一步咧 我的马有跟咧 哎呀,我在想什么 我可以退一步咧 他跳马,我百次马 哎呦 自己吓自己 哎,人就是这样啊 没有人吓你啊 自己吓自己 看了老半天才发现到我的气度马 原来有根的 我都忘记了 啊 等一下还要下多一盘啊 各位朋友啊 等一下我们还要下多一盘啊 观其不已啊 对啊,陈九发大师说的对啊 陈九发大师说的没错 对啊,Flam 啊,我们都每次都担心这个老钱的时间啊 我自己剩七分钟应该还很足够 他就剩下一分钟啊 那就 嗯 不好 刚才感觉他因为开局下的太快 然后变成他很难在短短时间找出有功 有这个很好效力的棋啊 所以他变成一直想一直想就浪费了不少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跟很多旗友说 开局啊,我们慢慢下 你一定要找出眼前啊 或者当时最好的策略啊 不要下降快 因为你一走快呢 你一错了,接下来 你再占优多好啊 你的时间还是 哎,不是,如果你下很快 你赢了时间 但是你 旗被人家压制过后 后来你要一直花时间去解围啊 那你到最后还不是时间要还回去 那这个投资好像有点错误啊 哇,现在老钱把这个炮退回去啊 有他的道理 炮5退多少啊 炮5退3 准备为自己开路啊 下一步可以马去进5 这步棋我也是觉得他这样走有他的道理 好,现在轮到我了哈 那我又什么妙手下 我可以下马3进5吗 这个马再登上去 啊,马3进5 那我又去刮啊 好像很厉害的 厉害 应该 他要输了 这个棋 各位觉得这步棋怎么样啊 跳马 再把多一个马跳上去 哎呦 千光黄 你的countdown啊 天光黄 你不要超时啊 可以放下车6进1 那我又冰3进1 再打他的去 然后又可以把第二个兵送过去了 哇 我两个孩子啊 都已经在海外读书了 啊 为国争光啊 哎呦 哎呦 这个有一点 啪啪啪啪 哎呦 千光黄 在这个时候还要打抢我啊 车6退3 啊 要暗拱啊 看会不会掉半机票啊 嗯 这个去啊 我先下车8 哦 我下车8退2的话有用吗 他会不会先吃过来 我马吃上去 他怎么走 好 我感觉就要在这条线 等下再兵器进一 那个力量很大 好吧 我下个车8退2 没有办法 各位 因为刚才他有炮打像这样 要抽我啊 对啊 我是没法指的 那马吃上去吧 吃 哇 两个相位马 哎 这个人生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他的马跳上来咬我 马七进六 那我也跳马咬他的鞠怎么样 我下一个 马三进五 他会怎么处理呢 他炮身上来是吗 然后我走什么好了 再放一个中炮 我现在区域一瓶室可以不可以 我的区域终于出来了 哎 钱光航时间紧呢 不管我是啊 我时间很多啊 各位 我可以慢慢下 有道理吗 不要因为对方的时间紧 我们去走快快 我曾经这样输过很多次了 啊 已经吸取这个失败的经验 啊 不要卡撑脚的话 又 这样输掉了 很不值得啊 反正我占优啊 各位 我不需要紧张啊 现在紧张的是全光黄 他下了一个车九瓶器 嗯 哦 这个车九瓶器 我走马三进五 他炮五进一 但是这边感觉空空的哈 各位 啊 城市那么空啊 怎么 好像这盘棋看起来很大优 这么 我不好赢的 问题出现在哪里 啊 好吧 走马三进五 对不起 感觉要走 对啊 他下了一个炮精益 那我可以不可以走兵器精益呢 慢慢的困他 他下 他下 向 三进一 向三进一 我可以不可以平兵呢 在靠住吃他的中炮 全光黄要怎么下呢 哎呀 超神 哦感谢各位啊 这样等下 全光黄记得哈 为我们 唱一首歌好不好 全光黄 感谢各位来参观这个直播的 等下 我们再进行 进行这个 再来一集 哎呦 他马上预备好的 哇果然啊 下他的拿手 骑马级 遇到这个骑马级 也弄我曾经很头痛很多次 我想一下哈 最后一次我赢他 我是走什么 我想一下 他会这样走 OK 我走这个吧 我走这个吧 等等 等等 这个我下什么的啊 上次 嗯 我想起啊 这个骑曾经在这个20 2014啊 2013还是14年的这个美里雷台赛啊 也曾经 遇到全光黄这么走 我跟他下的棋真的是数不清了 真的是太多了 这个就变成一个 嗯 什么啊 屏风马线手啊 屏风马线手 对 反攻马 我还是摆出 我的拿手阵型啊 看行不行 不懂为什么啊 各位 我每次下这个反攻马呢 都有一个安全感 嗯 刚才晚餐啊 就吃了这个饼干 配这个 咖啡挺好吃的 嗯 他是不是准备马三进二 等下再泡二瓶三 类似这样的棋 好吧 走吧 遇到困难才来解决吧 哎 我们下两盘棋是不是 第一盘我赢了 第二盘 和可以合棋了 是吗 flame是这样子吗 如果合棋 还是算我胜是吗 有没有这样的讲法 哦 感谢各位其友帮忙 分享这个直播 可以欢迎你更多 你们的 象棋朋友啊 一起来看 一起来交流 然后有兴趣啊 加入我的粉丝群的 啊这个 朋友们啊 只要转账五十块 到我的户口 然后给我知道一下 我会把你们加进我的这个 微信粉丝群啊 在里面呢 啊你们可以安排跟我下棋 然后另外如果我以后呢 去哪里比赛啊 有什么精彩对局 都会先在里面跟大家分享 像其爱好 像其爱好 红方下了车九精役 哦 这个棋 嗯 是要怎么用呢 我可以下象三进五吗 先把象四象补好 哎欢迎吴伟豪 是 麦克恩是你吗 吴伟豪 去虎牙直播啊 我也想去虎牙直播 但是好像又要连接QQ啊 而且还要有这个 好像要有银行户口什么等等 不是 我们马来西亚人可能这一方面就不方便 哦 现在 前光黄 哦 刚才上象好像不是好奇哦 他有一个 炮二进五啊 我现在才看到 糟糕了 刚才走错了 现在要走什么好的 他有炮八进四 哎呀 不知道走什么 先上个四吧 看有没有对居的机会 大家等一下吼 我问一下这个flame 啊 在哪里 他可能没有看到我的信息 第二盘如果和其乐 算我赢吗 各位有一种 下法是我很少用的 就是 和其算你赢的时候 你去下一个很容易和其的局面 哦 的确是 那样可以给这个对方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但是故意下那种很容易和其的局面 我又不太熟悉 啊 因为我很常摆的局面都是 都是对方输就是我输啊 我就尽量避免那种容易和其的局面 今天是3月29日啊 也是礼拜天哈 有时下旗下到晕的都不懂是星期节 红方下马三进二 哦很有道理 可能会考虑以后下一个车二进一 会吗 各位 你们看这样的真心 还是他要简简单单的马二进三 吃下来再泡二平三 我刚才是不是应该 下一个 车九平八呢 现在有点后悔的没有出道局 现在掉眼泪也没用了 走什么好呢 我都真的不知道要走什么 这个开局是不是很舒服了 现在像刚才这样啊 刚才老前也让我很舒服 现在轮到我让他很舒服 现在轮到我让他很舒服 走什么好 真的有点头痛啊 哎呀 足气敬意 他冰吃过来 我向飞上去 他泡二平三 我退向 哇不行啊 那个气会崩溃的那么下 啊 走什么好呢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要走什么 马三进二呢 我可以不可以车一平四对局 哦 他有车二进一 刚才我才说了 现在还故意去走 好像有点过分 马三进二呢 找他对炮 他肯不肯跟我对 对的打过来 他马二进三踩下去 哇 好像也不错了 他好像很好走 哎呀 现在要走什么好 我也不清楚啊 各位 真的想不到啊 各位 我不知道要走什么 怎么会下到这样子 有什么好奇下呢 又看不出 炮二进二 炮二进二 他马二进三踩 我车九平八 他炮二进四 哎呀 走不走 很矛盾啊 但是真的不知道要走什么 还是先走一个G平出来 哎呀 我也不知道要走什么 为什么有发突然间问我 可以不可以掉眼泪 什么意思啊 有发我没有哭啊 你为什么突然间让我要掉眼泪 哦 明白啊 所以我可以选择要赢两盘或者一胜一合啊 如果这盘前光环赢了那就等于打平手了 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毕竟不是淘汰赛嘛 我们不用下到最后啊 各位这个扯一平三是什么意思呢 就先平出来以后看马三进二 有没有直接租三进一的手段 这也是我临场想的 我也不懂对不对啊 因为真的现在想到头爆炸都不知道要走什么 哎呀 我这个开局开的不好啊 哎呀 无所谓了 我们也要学习啊 下这个下风旗啊 如果这个占优的旗 你会下下风的旗 你不会下也不可以啊 以前啊 这个 谁啊 我们国家队的教练 这个王冰教练也有跟我说 可能 不要太长下 我自己拿手的布局来赢人吧 如果真的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可以尝试下一些自己不熟悉的这个布局啊 然后从中学习这样才有新的突破 大家觉得呢 也有道理哈 我们不可以每天下一样的布局啊 要不然真的不会进步 就算赢了也没有用 我们人生反正就是 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啊 不可以 因为有现在的水平的就满意了啊 就不想再进步了 好 欢迎刚刚加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欢迎你们 好 哎 怎么样了 老钱也不懂啊 走什么 哦 他现在应该是选择太多了 不知道要走什么 对吧 真的是太多选择了 他说现在第一感觉是 马二进山吧 赤足 他在考虑哪一步呢 好奇 泡二平山吗 没有理由啊 很好奇啊 这个 哇 哈哈 哈哈 并武敬一 我说 这个是阿爸末术呢 这部棋好像不太对了 情况行 怎么 哎等一下 不着急 我有没有机会走这样的棋 各位 这部兵武敬一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怎么感觉好像不太对呢 因为现在我泡二进山过后 我有个足气敬一了 好像千光环给到我一点希望去哦 刚才的确看过去是真的是不好下了 但是现在红方这部兵武敬一感觉有点水手 给了我一个抛二进山的机会 下一步可能有足三敬一的这个 威胁中兵的手段 为什么千光环要下兵武敬一呢 刚才随随便便下一个泡八进山什么都可以啊 马跳上来 有用吗 像我现在是不是要赶快 对啊各位 现在我是不是有足气敬一的这个反弹呢 我想一下啊 不要走太快啊 哦 我足气敬一他兵可以吃过来是吧 哦 我炮打马他有炮二平三 鸿方刚才不能进车啊 进车我炮六进山打双啊 你没看到吗 千光环下马七进五还有道理啊 他绝对不能够下那个什么啊 啊 你再你再看多一次啊 如果他下车六进山 我有炮六进山打双啊 他又不能兵武敬一 为我炮六平霸打过来变成打双车 那就发大了 现在足气敬一他兵吃过来 我炮打马他炮二平三 我炮九平八他打我的马 再继续算下去 然后我炮六进山哎呦不行啊 哎呀 现在有一点复杂了 嗯 走什么好呢 足气敬一 我还是眼睛在奔着这个足气敬一 勒 因为再不走的话 这个局面是不是更没有希望了 好吧走吧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各位觉得怎么样我走这步对不对啊 我也不知道呢 但是我知道我不这么走的话 他这个棋啊 这个棋啊 会越来越糟糕啊 现在浅光环可以冰山进一次过来 我炮二平八打马 他炮二平三 等于抓双的局面 他可以这样下 然后我接下来要怎么发展 这个还没有想到啊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这盘棋真的是不容易啊 红方炮八平五啊 现在炮八平五没有道理吧 我足可以吃过去嘞 哦 又来一个怪招 哦 情况好像没有看到吗 他怎么又这样走 哇 这样下的话 给我压力蛮大的啊 这样我肯定要车久平霸啊 各位 我一定要吊住他的车炮啊 要不然我更难下了 这个起 有道理吗 各位 哎呀 我想一想 应该没有错吧 车出来啊 各位 哎呀 终于车可以出来一下了 啊 这个局再不出来 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走了 车出来就有希望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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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哦 同方选择了一部很凶的招法 下来个炮二进六 点了 这样如果我的六路炮离开的话 它以后有一个马三进一要杀棋 所以这部棋呢 我必须仔细的看 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算一算 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样我是不是要走一个G3平4呢 先对一个G好不好 要不然这边感觉压力太大了 哎呀对G吧 哎怎么断线的老钱 应该是回信息一下吧 可能他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找他啊 回来了 怎么样啊各位趣友这盘棋是不是很复杂啊 有没有符合你们的TES席啊 满意吗 双方降下啊 反正下棋有时不是为了这个输赢嘛 就大家尽量把最好的棋给下出来啊 这样就可以了 车六进八啊 这个用什么吃感觉是用姜来吃吧 好 好 越来越精彩了各位 这盘棋相信啊 现在是黑方处于下风啊 处于下风 但是没关系啦 当做学习哈 下棋也要学会啊 能够在下风的时候 继续可以把眼前这盘棋下好 对啊 G出来反正有希望啊 好过刚才G在家里啊 G在家里就不太有希望了 哦 冰五进一 现在全光黄又打中路的这个主翼 怎么感觉他这样下好像没什么力量呢 我可以不可以炮二退二打死马呢 哦 他有冰五进一是吧 可以不可以啊 炮二退二打死马 他会走什么 哦 哦 他也有跳马上来抓我的马 哦 这个意思 原来他是为了上马 我炮二退二 他马跳上来 那就麻烦了 逐次他马再大上去呢 他有什么好处 我有很多走法呢 现在啊 我也可以退炮 炮二退四先打一个炮 他炮会退去哪里 然后我才想要怎么发展 可以不可以啊各位 我也不懂对不对的 好吧先打一个炮 不懂对不对啊 炮二退四 炮二退四 因为现在我是欺负他的这个狙炮无根啊 先把这个坏蛋赶走啊 因为他的车 他的炮压住我的狙 我的狙动不了 对吧 现在看一看他会选择走什么 我也不懂他的炮会退去哪里 但是至少呢 他炮如果退回去过后 等下我的炮二进二 感觉就厉害多了 有道理吗各位 我这样下有道理吧 要不然 这个狙呢 一直被他这样困住 好像不是办法的 前光黄会走什么呢 我们一起 期待哈 我也很期待 我不知道他会下什么 但是肯定是一个复杂的棋 因为前光黄 下棋呢 一向以来都喜欢复杂局面 所以有时呢 也搞到自己的用时很紧张 但是 下棋好看了 最重要 novoную作品 酷 造成 10 8 5 2 5 5 2 5 哎呀 我有一个朋友中了那个COVID-19 哎呦 在古镜那边啊 大家放心 不是在佛龙 哎 他不怕我抛二进二吗 他是要抛二退二哦 嗯 你怎么办呢 炮二进二哦 他可以先跳马上来哎不对啊我感觉炮二进二 晴光环要怎么走啊 好像开始轮到风水轮流转了现在感觉好像我好一点 哈哈哈不知道对不对了哦大家觉得怎么样现在是不是黑好一点 哇这盘棋也很好笑啊各位我没有半指过河啊 如果能赢棋真的是很神奇啊 不用过河的都赢棋的意思啊真的是很神奇啊 哦 哦平兵啊这部棋也很有分量啊这部棋也很有分量啊这个棋冰五平四 这样子 我炮吃他他冰四进一 我还有什么选择现在我可以不可以先马去退九哦等一下他还是有抓双啊那那没有必要这个码就不要动算了 他这个冰五平四很有意思啊 我要走什么好呢各位我想一想哈 我炮打他他冰四进一我炮打竹 死之前吃一个竹他冰砍炮我四次上来 他竹吃我我竹吃他身车这样他追炮五根呢各位 应该不用想的太复杂吧这个起 这盘棋我肯定是吃上去了 这盘棋我肯定是吃上去了 现在呢各位注意看啊黑方呢竟然五个竹还在啊哎呀这个是所谓的 Five Star啊 我很喜欢啊看到五个竹还活下来啊希望 秦光皇不要吃我任何一个竹啊给我赢五个竹啊我会永远留念这个画面 可能先拍下来吧 可能先拍下来吧我先拍下来 对啊 好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 呃加入我们这个直播间 好现在再检查一下哈再检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用4把他的冰吃掉啊 检查一下啊这个 呃 红方呢有没有什么厉害的手段啊 OK 检查了line clear line clear好那吃吧 现在呢这个 现在呢这个 巨炮五根的问题还是存在啊 秦光皇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一起看他怎么处理 哎呦我的时间也剩不多了哦 我剩下 两分钟多啊 哎呀他比我更紧张 这个 这个 Countdown啊好像那个心跳这样子的 哎呀 阿爸一你 跟阿爸一你 泡 泡 泡 平 三 喂 这样我钟泡这样把马挑上去呢 前光皇 这样进 哦 跟我交换礼物是吧 那我马七进六呢 这盘棋应该 前光黄是已经难免败局吧 这不起什么意思 哦 这么大胆 我足气进一 他会怎么走 很奇怪 足气进一 他居次 我车吃炮 他车吃炮 就变成瓶子 我足五进一 他车二瓶四 有车二瓶四 我足气进一 他车二瓶三 我再足五进一 他会怎么走 是吗 各位 我足气进一 他车二瓶三 现在如果马吃马 他车吃进来就脱根了不 哎呀 我又不想牺牲这个 其中一个竹呢 我已经答应他们的母亲了 要把他们留起来 现在要给他们吃掉 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心痛 好吧 我感觉这部是对的 试看吧 错就错了 吃 现在情况好像没有办法 我喂他吃什么 他就要吃什么 他没有办法 他时间太紧了 吃 所以到最后呢 他还是要丢止 吃 吃 那么用马吃马 车再砍炮 就赢了 这个就简单了 车马三足 一个比较简单的残局 但是肯定 也要花一点功夫 所以钱光皇呢 现在就在考我的 车马残局 看我车马残局 下到怎么样 车盘棋我就不记录了 先对这个 这个棋呢 反正黑帆的难度在哪里呢 就是你要保留 一个竹啊 所以现在钱光皇呢 很自然 会想办法 不要给我 吃到他任何一个兵 那我呢 就要专心找兵来吃 这样我可以用 这个最臭的招 找他对局 这个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下法 这个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下法 认不认啊 老前 认了 这个棋没弹走 好感谢各位 今晚还有人跟我下吗 是不是 不懂程有发要不要下呢 大家等我一下 我问一下还有谁要下吗 是不是先报告成绩啊 大家等我一下啊 我问一下那个群组里面 我二胜 我二胜 陈有发 问一下陈有发有没有空啊 大师有空吗 大家先别离开啊 我们看一下啊 陈有发大师是否现在有空跟我下 我这款天天象棋在哪里下载是吗 一横啊 我现在发给你那个link 你等我一下啊 这个版本呢 我这个下午才刚刚给了我的学生啊 大家等一下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有吧 这个是最新版本啊 好 去下载一下 我现在留言啊 大家看一下 哎 怎么不能够留言了 我没按到吗 等一下啊 一横啊 copy link paste 好了 就是那个啊 你们看一下 我刚刚分享的那个 大家可以下载 那个是最新版本啊 好了 离开了 现在问一下陈有发大师怎么样 OK 不过他 就是碱红 对 对 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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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按赞 我们在等下一个对手 应该还有在下 有发先下 有发先跟我下 好的 那随先先手呢 随先手 第一盘 我这个小组里面也是有很多高手 有这个陈有发 钱光皇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谁呀 陈有发大师还有这个吴伟豪啊吴伟豪大师啊 香港的吴伟豪大师啊我先手是吧 OK 好了 那我们就下多一盘 每步加秒加5秒 同方用死 没错了 好这样好了我等陈有发大师过来 啊 陈有发大师来了我的好兄弟啊 这样怎么样预备好了吗 有发我上个厕所可以吗 不好意思因为刚才口渴一直喝水 你现在我要跟我的好兄弟啊 陈有发大师下两盘啊 陈有发大师 查看资料 外线我的脸 哇好厉害 哎呀这个就不好按了 我上个厕所啊有发 і 我说两盘子さん好兄弟啊 有发大师 好 这就是我说明天雅 我们能评测一下 我们是要评测一下 的一人叫我 我能评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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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试看下另外一个开局好不好各位 我下一个什么 下一个四脚炮怎么样 因为好像没有跟有发下过四脚炮 我试试看了 陈有范大师 也是我的好朋友 也在国家队 我们一起代表西马出去比赛很多很多次了 这个有没有普好照呢 马二进三 好各位这个四脚炮呢 为什么我也会喜欢下呢 因为摆出来呢 有这个什么啊 怎么说 这个反攻马的阵型啊 就是特别喜欢 就这样子吧 各位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因为每一位骑手呢 你一定有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一种阵型啊 反攻马的阵型我就比较喜爱 个人个人喜欢的哈 没有对错 好 欢迎 欢迎各位 骑友们 欢迎你们 好 这个已经变成一个转方向的啊 飞向局对过攻炮阵型啊 我刚才选择飞向了 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局面 这个时候呢 红方因为不能跳正马 所以最正确的走法是跳个拐角马 配方这里有一个 啊 G2 近4在足九进一 准备马九进8打G的这个思路 这个也是我在比赛的时候遇到最多的 哦 Bottom也来看啊 Bottom 哦 所以有发大师先选择一个 足九进一 这个棋 我也拆过了啊 要下双头十 并去进一 各位啊 也有很多棋友问我啊 有时 在这种公开场合啊 要不要把自己的拿手棋走出来呢 因为可能有些棋手啊 他考虑到要留在比赛用 但是对我来说呢 这个就算人家知道 你喜欢怎么下 也不能因为这样子就 害到你不能赢啊 对吧 因为到最后呢 下棋啊 不只要考你的这个开局的知识 你的中后盘啊 等等啊 都要下得很齐全啊 样样都要好了啊 各位 不是你的开局很好 但是中后盘配合不上的话 那也不行啊 有道理吗 各位 所以 以前我们也曾经在这个 什么比赛 忘记了 就是 我们有提出要办这个网络直播 但是那时呢 本地的棋手呢 有一点反对 他是说 他不想给人家看到 他是不是开局是怎么下 但是我觉得 像其千变万化 就算 人家知道你开局怎么走 也不一定能够赢你啊 对吧 各位 哈哈哈哈 对啊 对啊 啊 现在 我们一起 看一下啊 有发大师呢 可以选择 怎么样的发展这个局面 啊 这个也形成了一个 我自己本身 蛮喜爱的 阵型 有发大师是我的好朋友 真的是好朋友 足气精益 虽然 虽然如此呢 我们每次 对到的时候 我们比赛还是 大家都想战胜 彼此 这个队主 好像我没有选择了 只能吃上去 吃 吃 那这个马 现在肯定要搭上来了 现在这个局面 嗯 怎么说呢 感觉这个 黑方呢 可能没有这么满意吧 因为毕竟 红方的子力 是不是比较灵活 啊 大家怎么看 当然红方的优势也没有说很大 只是 啊 我的子力呢 是 比较灵活的 哦 有发大师 选择了一个这样的走法啊 下了一个 炮六平五 保留中炮 会不会 等一下 打算下一个 炮八平气呢 啊 也这个棋 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现在 马是筋骨 应该行不通吧 我等一下再算一算 先写一下 黑方炮五平六 嗯 这现在要轮到我 呃 深思了 啊 因为这个棋呢 现在红方虽然 子力灵活啊 但是要怎么发展这个局面 也是一个 呃 必须深思的 黑方 会怎么发展呢 炮八平气 对着鞠马赤回去 以后对我的这个 山路巷这里下手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不 不可以这么快上市 我如果炮八平气呢 炮八平气 呃 有用吗 先把有发大师的 这个项打上来 但是家里又少了一个 单纸炮的防锁 嗯 大家让我 深思一下 啊 这个马踩中足 行得通吗 你这种骑 目前还没有遇到 对方跟我这样摆中炮 因为输了这个中兵 是不是很严重 我有没有泡八进室呢 各位 泡八进室 他泡八平气 我吃了吃了马 吃了吃了打浆 上市 嗯 怎么好像看都不大对 哎呀 哎呀 要走什么好 还没看到哦 时间会闪一闪啊 像天上的星星 泡八进室 泡八进室 会不会很很偏啊 这个走法 感觉不对 泡八平气 然后准备G9平八 这样发展下去 是不是比较逻辑 哎呀 但是我G还没出 先走一个G9平八 泡八平气 我还可以G2平4呢 我还有其他走法 然后再泡八平气 怎么样 这样的走法 哦 他以后有一个G八进八 这个G是不是等一下要对调呢 马踩中足 再看多一次 他马刺车刺泡八进气 成底会怕吗 我有单指炮防守 问题是我有什么有效的快速进攻吗 好像也没有了 那剩下G9平八了 各位 G9平八对了 再泡八平气 好吧 我也想不到 走一个G9平八吧 现在非常期待 看这个棋会发展到怎么样 因为现在这个棋老实说 还没有遇过我的对手这么走 每一盘都当作是学习吧 好不好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学猫叫 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啊欢迎你们加入直播啊 这盘棋下完过后 我们还要交换先后手啊 再下多一盘 哦 那个 手机的电已经满了 满 满了就不可以再充电 那只能吃了 这个脸要移走先 刚才我的分析啊 是吃是最好的 不懂对不对啊 再走一个泡八平气 哦 这个时候有发有个手段是这样子 各位 他可以车气进四先抓嘛 如果我四六进五的话 他有这个车气退三啊 他也有这样的走法 蛮有趣的 所以意思说 他车气进四过后 我是不是要走四四进五呢 因为我马肯定不能跳上去 他炮打中兵将军很快就要结束了 所以当他进车的时候 抓马我四六进五 他车气退三啊 这边就是一个 大家要冷静思考的局面 因为他有抓到马 我的马要跳去哪里 如果下马四进六 他就车气平四抓双 大家看到吗 所以那种棋呢 我必须谨慎的 看清楚啊 不可以走太快 但是他抓双的时候 但是他抓双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算下去啊 我有一个 哎 他不要 他先下一个向三进一 那有发家大师将下肯定也是有他的道理 嗯 我现在想要 居八进八 他上一个四我居八平六 可以给他一点压力 对不对啊 各位觉得怎么样 还是直接走居八进六 哪一个比较好 居八进六吗 吃足也没有后续手段 居八进八他肯定要 他如果不上市我就居八平六 好吧 暂时感觉这个是一个 蛮好的 下法 车八进八 哦 有发大师很快速的 把这个编码给跳出来 下了马九 马八进九 那我是不是要把锯平过来 各位我这样下是什么意思呢 啊 就是等一下准备下一个车六退三 啊 对局 哦 我还有其他走法 现在看第二次 我还有一个炮四平三的走法 啊 不要 不要着急啊 还有炮四平三的走法 啊 大家有看到吗 炮四平三 看他选上哪一个四线啊 现在这步骑呢 有发大师也要考虑一下 我还有一个车六平气等等的手段啊 不需要着急啊 慢慢下 哦 他选择这样子 有道理 马可以不可以进气呢 这个棋 有发大师下了什么 四六进五 有发大师呢 也考虑到我有炮四平三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四六进五 这样我就没有炮四平三的走法了 哦 那要走什么好嘞 退车对居的话 那就等于释放他的马跳出来 然后我跳一个卧槽马 他又刚好有炮气退役 差不死嘞 然后我可以走兵器进役 是吗 哎 咦 这样看又好像不错嘞 哦 有道理啊 我对去 有发大师要怎么下 好像很厉害的 Majam yes 哦 他有可能 足三进役吗 等一下 我吃了 他吃上来冰吃过去 变成马泡泡 我过一个冰 应该也算是一定的优势啊 现在车六退山 感觉是在我的这个选择之下 因为暂时呢 红方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入局手段 看不看不到 马四进六 再检查一下 马四进六 有没有用 没有用啊 注意等下被他打了跑来跑去 笑到肚子痛了 等一下 但是我现在这个四路马的位置很好嘞 对调会不会可惜一点 好吧对吧 虽然有点不愿意啊 哦 我才突然看到啊 有发大师这里还可以下足舞精益 哎呀 是哦 他可以不要理我 哎呀 怎么一厢情愿 认为他一定要跟我对居呢 有一点 过分呢 这样想起 哎呀呀 我知错了 怎么去下这样凑得起 哎呀 他有足舞精益啊 各位 哎呦 哎 不对不对 走叉了 这个骑是一厢情愿啊 各位 因为他足舞精益 对我的这个以后有在送这个中组的骑 他当然要先走一个足三精益 把我的这个巨给赶走 再走一个足舞精益啊 哎呦呦 我我是不是走错了 好像是哦 怎么我下降差得起呢 各位啊 欢迎各位旗友啊 欢迎你们加入这个直播间啊 欢迎你们啊 如果有兴趣加入我这个沈一豪 国际大师粉丝群的话啊 只要转账一个50块 去我的银行户口 或者BUS都可以啊 我会加你们进我的这个粉丝微信群 啊 以后呢 啊 在里面可以约我下棋 或者啊 我在里面有什么精彩的对局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哦 我没想到有发大师愿意跟我对局 因为他的正常风格呢 会考虑 组武敬意的 今天他没有打算这么下吗 因为他的风格啊 有发大师我知道是比较凶的 可能想跟我下这个马炮棋吧 这个有发大师的马炮棋也是了得哦 就像刚才我第一次跟大家分析的啊 他走了那个第一个我分析的棋 就是我兵器进一刺过去 他马刺上来 我兵刺过来 他马九进八 会很靠近 合棋啊 那我现在如果不要合 就要选择这个马六退四的走法 不要给他马跳上来 但是啊 要想清楚 这个棋 这样走下去 到底我有没有好处 如果马刺马呢 就很容易合棋 冰刺过去 他马刺上来 我冰去平六 他马九进八 我有什么棋下呢 他的马比我灵活 炮又瞄着我中兵 我兵武进一 他马八进六宝竹 还是吃了过后 炮棋平八 他炮拆开 等下放上个像 我也没什么好赢棋 哎呀 有发大师这样下 我就很麻烦了 这个棋就真的不好赢啊 那我下马六退四呢 马六退四好 保留吧 各位 不要不甘愿了 这么这么找患子 这个棋有一种走法 是这样啊 有发大师的竹刺过来 我炮打上去 他炮打过来 我先马四进五 踩中竹啊 先赢个中竹 也可以 然后就变成 黑方有多一个过河竹啊 我有一个 赢个中兵的局面 然后我保留 马马炮 他剩下马泡泡 那个骑谁比较好的 我相信 现在陈有发大师 也在考虑这个东西 哦 拓篮间杀出一个主武竞翼 哦 那 这样做呢 好像对有发大师不利 哎 这样走会好吗 有发大师啊 吃了 吃 吃 哎呀 什么棋啊各位 这样我们双方呢 啊 就成功了保持四个大子 哦 有发大师的意思是 如果我炮吃马炮打过来 退马抓双 他是不是要下什么呢 他炮烂开 我还是把他中足给吃掉 如果他马酒精去饱 我就吃他的相 他切相 他好走吗 这个是最简单的走法了 各位 如果我要 这样换子的话 因为现在感觉主动权在我这里啊 他现在也有一个炮打中足将军的旗啊 然后再过足抓双 也可以 所以现在我要想远一点 要怎么走比较好呢 如果我上市他马二进一 连马三进二 对不起 讲错号码 哎呀 有发大师也是给我一个难题 这个冲中足也有他的道理哦 我先保持复杂怎么样 炮事平易 先打一个编组 他跳马打 好了 就这样下吧 保持复杂 为我们的观众们哈 下出一个比较精彩的对局吧 不要这么快换子 好不好 大家同意我这样下的话就按个666 要不然我们刚才大量换子的话 可能和其的局面就比较高了 那个可能性就比较高 所以我们现在反正 红方还有剩这么多大子嘛 就尽量下多一下 不要这么快和其 大家满意吗 满意可以留言666 我刚才不是发发出去了吗 这个哎呀他怎么没看到 哦还有人问我那个 刚才那个最新的天天象棋的apps啊 我不是刚才有在里面跟大家说了吗 有发大师选择退向 哦 有发大师选择退向 哦 好谢谢各位的点赞哦 跟你们的666啊 这个旗反正 我们就尽量哈 把最精彩的旗下出来 哦 现在好了 这个 鞭竹先吃上 吃到手先 走一个炮鱼进山 这样现在下到目前为止呢 啊 这个红方 有一个多一兵的优势 当然这盘旗 红方是否 能够用这么小小的优势来迎起吗 这个就要看 啊 双方等一下会走成怎么样 但是 现在呢 我只能说 我们两位啊 就尽量 下比较精彩的对局啊 跟大家一起交流 马炮旗呢 我当然下的 没有 其他人那么厉害 但是也不会太难看吧 哦 欢迎各位 其友们加入啊 还有我们的网友 哇 190人啊 这是我们的最新记录 哇 200人的 过200了 欢迎各位 加入我们今晚的这个 直播 非常感谢大家抽空啊 来看我讲旗 现在我在跟 陈有霸大师 交流 他下了炮气 近视 这步骑呢 啊 有他的力量啊 在那边就是 不要给我这个马 以后 这么容易跳出来 现在呢 他炮也打着我边冰 有发大师 让我冰酒敬意 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走法 哦 他应该刚才是怕我上马 是吧 哦 那好吧 能走的骑先走哈 先走一个冰酒敬意 好 欢迎欢迎各位啊 欢迎你们 哦 欢迎去这个 啊 KL 吹水站的朋友们啊 欢迎你们来 关注这个象棋直播 我是沈一豪 马来西亚第一骑手 现在跟这里 跟我的 好朋友 陈有发大师来自柔佛 啊 现在我们在这个天天象棋 网络下棋 好 欢迎各位 欢迎你们啊 很开心 跟我们的网友啊 一起交流 你们都会往象棋吗 会往象棋的话 可以留言一下 说声哈喽也可以啊 欢迎啊 欢迎各位朋友们 现在已经是晚上几点了 哦 10点了是吧 但是 还早吧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哈哈 我们就 啊 一起继续的交流啊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哇 过300了 啊 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啊 现在这种啊 骑呢 下到这个时候啊 双方两个G都不在了啊 没有车了 我们剩下马马泡泡啊 这个骑现在 红方尾翼的小小的优势 就是多了一个边兵 啊 另外呢 现在我的一路炮 还有我的四路马啊 啊 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哈 因为我这个马呢 啊 不让这个黑方两个马出来啊 啊 炮也是在那边啊 你是高手是吧 哈哈哈哈 好啊 好啊 有高手来 多好 黑方下 炮五瓶六啊 对啊 我们就是欢迎高手啊 哎呀 什么手都可以了 只要你喜欢象棋 我们都欢迎你 哦 现在有发大师瓶炮 应该是一个 无奈何的棋 那我就不要浪费时间啊 趁这个机会把马跳上来 下一个马六 紧八 下一步再准备马八进去 要打马 又可以赤中足啊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啊 是的 是的 对啊 可以跟各位一边下棋 一边聊天啊 是一种荣幸 你们有没有在这个 这个不算 这个是叫什么 中文怎么说呢 就是被锁在家里了 不能出门了 如果家里有一副象棋的话 可以拿出来 跟家里家里人下下棋 如果你的前辈们 会谁会下的 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下 哦 现在有发大石油 突然间送我吃中足了 什么情况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那我是不是应该先中炮 这样一个才冰五斤 一次上去 他怎么突然间送我吃 人家突然间送你吃东西 通常啊 有阴谋的啊 我们要看清楚一下 不要上对方的当 好像没有了 好吧 我先吃吧 先吃先赢 而且各位呢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下棋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 时间的 所以 比如说 上面呢 这个是陈有发大师的时间 他剩下一分钟 这个下面的 两分钟呢 是我的 所以不可以想太久了 每一盘棋 哦 现在有发大师把马跳出来了 那我也 先摆一个中炮将军吧 将军多么好听 下来一个炮一 平五 现在这个 红方的优势呢 是非常大的 应该有机会好赢其 但是呢 我自己呢 不可以 犯出什么 基本错误 要看清楚 现在肯定要把马 再搭上去 哇 这个棋呢 现在 红方啊 红方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这个 相信 黑方的压力是非常大 对方想用什么 对方不是电脑 他是另外一位大师 我们两位都是用我们的微信 用我们的微信来加进去 就可以跟全世界的朋友下棋 好 有发大师下了炮又退役 这种棋呢 现在在借用这个炮呢 准备沉底 力量是非常大的 哦 有发大师先把向推回去 向去 退伤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马 浸泡先打一个边马 把它的边马移去一个不好的位置 有道理吗 各位 先把它的边马打到不好的位置 炮吧进 这种残局呢 啊 现在 红方啊 是优势非常大 所以我们看一下 配方要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 啊 现在下了一个 退马 马九 退去 哦 我进马抓炮哦 有发大师要怎么走呢 让我查看一下 各位 啊 对啊 这个象棋软件就是天天象棋啊 就是大家可以每一天都在玩象棋啊 玩到你封掉为止 因为现在我们全部都在家没有事情做对不对 那就一起上网来下棋也不错啊 哦 你看 他的时间很紧张的时候就有这个 countdown的 呃 这个时间啊 所以有发大师呢 要快一点走棋啊 否则会被判超时 那我就赢的不过瘾了 现在有发大师有摆中炮的棋 啊 我要怎么走好呢 哦 我的时间也不多哦 各位 哎呀 不可以一直认为 自己时间大把 自己时间的确是比较紧张的 啊 哦 果然啊 有发大师摆了一个中炮 这样我要怎么走呢 他要打这样也没有办法了 我先跳马控制他 看他怎么走 哦 好了各位 啊 哈哈 所以呢 现在呢 有发大师啊 超时了 我先把最后几步棋写下去先 就这样 红方获得胜利 现在呢 我们还可以再进行多一盘啊 我先把最后几步棋写下去先 再来一局啊 现在轮到红方先手了哈 我们下棋一定是一人一步的啊 哦 我有发大师选拨摆中炮 那我下 马二进三啊 这个是我最 拿手的开局 哎呀 我好像刚刚才说 不要下自己的拿手棋哈 现在又去下自己的拿手棋了 这个是 反攻马啊各位 我的最爱啊 泡八瓶六 红方 冰五进一 哦 这也是最近有看有发大师这样下 他可能也猜到我会下这个反攻马吧 所以他决定这么走啊 现在又走一个巨一进一 那我就正常发展 马八进七 欢迎各位网友啊 欢迎 哎呀人潮不见了 没关系了啊 我们继续的 为那些有留下来继续看的朋友们啊 带来多一盘精彩对局 这个也是我常下的局面 这里呢 红方有很多选择 他可以车九进一 他可以马七进五 等等啊 也有 车四进五 都可以 全部都有他的不同的用处 红方选择车九进一 啊 这个也是我 常常在比赛会遇到的 现在我就下一个巨霸 进六 啊 欢迎啊 欢迎各位旗友啊 欢迎你们 啊 今晚真的很热闹哈 有 刚才有五百多个人来看我们一起下棋啊 真的是非常开心 哦 现在 黑方这样 哎 红方下了一个马三进五 这个走法我就好像没看过了 要怎么走 我想一下哈 我看到的都是马七进五 哎呀 下什么哈 红方等下要把中兵推出来了 那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走这步了 抛二进四 先瞄他的中马 这个棋我们现在一起看 这个 红方呢 接下来会走什么 他的确是有很多选择 所以我们只能狭猜 也不懂他会走哪一步 会不会兵武精役呢 哎呀 各位这个盘棋呢 相信会变成一个带回的 会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 哦 有发大师又突然间这样走 下来一个 炮八退二 也是有道理 那我是不是要祖武精役呢 祖武精役怎么样 祖武精役 他会怎么走 打一个这样出车吗 嗯 太熟悉这个棋 打一个江出一个车 车刺冰他冰炮八平五 这样就有一点像我对那个王雨恒的局面 我祖武精役呢 有发大师会怎么下 祖武精役 不是很明白 哎呀 试看吧 我也不懂对不对 因为现在我有两个炮 在瞄着他的中马 现在我祖武精役是不是很厉害啊 哦 有发大师从这边跳出来 是这个走法是吗 他下了马五进 马五进什么 进气 那我肯定要退足过去啊 这个走法对不对啊 怎么感觉 好像怪怪的 可能有发大师对这个局面有猜过吧 我也不清楚 但是感觉我现在不差 这个局面 呃 我也有打中兵的棋 但是肯定不是现在啊 现在感觉吃兵比较重要 等一下可以考虑下个 巨霸 呃 平三 吃兵再抓满 有发大师会怎么处理 哦 欢迎各位网友啊 欢迎你们啊 这个我现在用这的这个app是叫天天象棋啊 play chess everyday 天天象棋 如果你们喜欢啊 也可以下载来玩 他选择了一个巨 什么啊 巨四进 那我也把马搭上去 下一个马三进 这个棋呢啊 下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感觉黑方不错吧 黑方的阵型是ok的啊 但是这个可能有发大师对这个局面也有下过啊 所以 我不敢说这盘棋我好下还是什么 我们还是必须看接下来这个棋会变成怎么样 大家赞成我说的话吗 啊下棋很久没有看到啊中间整排啊上市啊还是什么 塞满满的变成一条龙啊 以前小时候下棋我们是不是很喜欢看到那样的局面 红方下了一个泡坝平三啊 这步棋有发大师我猜啊 他是打算啊 以后把多一个泡平过来打我啊 那这步棋也是很厉害的 那我没有办法了 先把泡退回来打一个局 泡二退多少 退三 对啊一条龙啊 哎呀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条龙 哈哈哈哈 哎呀 很怀念啊那个小时候下棋的时候 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快乐 啊就是啊跟我爸爸咖啡店的那些老阿伯啊 一起下棋啊不在乎输赢啊 我是不在乎输赢了但是他们可能比我在乎 哦现在有发大师居摆在那边好像有点危险了 居士进二 他不怕我炮打上去吗 炮打上去 嗯 他刚好有炮打上来哈 要不然我的马可以吃他的车呢 哎怎么我好像有一点手段了 有没有啊各位我不懂我我检查一下啊 进炮炮打哈马他炮吃上来 我再炮二进一的哦 他居然开罢了哈 他中炮反正有根啊有道理 那我就等于自己骗自己了啊 没有意思啊 好了那我把马搭上去吧 现在看过去也没有什么好奇下啊 我再检查一下啊好吧 这个马感觉要搭上去 好各位现在变成什么样的局面呢 现在变成一个啊 双方啊激烈对攻的局面 但是呢我感觉这个黑方啊是可以抗衡的啊 黑方是比较可以抗衡的局面 所以应该感觉啊问题不大 当然下棋不可以过于乐观啊哈 不要过于乐观 香棋啊我们要考虑很多 下棋也教我们啊什么都好一样的啊 战战风的时候不可以过于乐观啊 太战下风的时候呢 下风的时候也不可以太过悲观啊啊 什么都要寻 寻找一个平衡点 有道理吗各位啊 往香棋更是一样的 哦有发大师这样下 好了我车先吃一个炮 因为接下来我有一个炮打中兵将军在 刺他的满 所以有发大师呢 这步棋要处理好 他会不会先上一个4呢 如果有发大师上4的话 我可以考虑 炮2平5怎么样 摆多一个中炮在中间啊 看我们可以不可以弄到一个 一条龙啊哈哈 刚才各位其友提出来了啊 一条龙我们弄得到弄不到 我也不知道啊 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吧 各位 如果今天看到一条龙就 就证明你跟香棋啊 有这个缘分 欢迎我们的网友啊 欢迎你们啊 来一起看这盘棋 我的对手呢 是陈有发大师啊 也是这个柔佛的名将 他现在下了一部马武进气 这步棋呢有一点出乎我意料 那我应该是要打他吧 炮5进5啊 下一步再把马搭上去 又咬车 再继续的马武进4 是不是有发大师看漏了还是什么 我们待会就知道了 这种棋呢 我拿黑方也下了很多次啊 所以刚才我是不怕 红方从中路怎么攻我 我都不怕 因为真的是下过很多次了 算是有一点经验吧 各位啊 有一点经验啊 输的经验啊 当然是输的经验 要进步就是要输的多嘛 对吧 我讲的有道理吧 大家要输的多啊 做生意也一样哈 什么人做生意很厉害呢 就是他曾经亏过一些钱啊 或者一些遇到一些失败的生意 他就从那边学习了很多功课 一样的哈 刚才应该先打中兵嘛 先打中兵啊 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刚才我先打中兵啊 他有一些其他的手段 哦 他现在走了一个G4推二 他有发大师降下呢 就是我的马呢 如果跳上去 他的马也可以跳进来 下一个马七进霸 也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压力 所以有发大师降下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 我这个马五进士肯定要走了 我先检查一下哈各位 如果没有错 我就走了 这个中兵呢 我感觉啊 有机会吃到 不懂对不对 有一种感觉我会吃到啊 哦 有发大师这样下 嗯 我可以不可以下一个 现在这个马呢 在这个位置啊 有一点偷杀的味道啊 这个棋呢 配方是不可以大意的啊 所以分分钟呢 等下被暗杀 也不知道呢 我算一算哈 现在我如果走炮二进二 有发大师会怎么下 我摆中炮的话 他有车九平六 不行啊 我炮二退印啊 你看 炮二退印 等一下有一个车一进一把 他的马给抓死 可以不可以 我炮一退炮二退印 哦 有发大师会怎么下 哦 他可能会车平过来抓我的炮先哈 然后我炮平过去 他车又追过来 那也不对 然后我又摆一个中炮 怎么样 他就平车抓马有吹煞 哎呀那不是自杀吗 不可以啊 各位给我一点时间哈 我再算一算 这个会影响我们双方的生死啊 要看得清楚一点 不可以走漏了 炮二进二呢 好像炮二进二又不错了 可以打一个中兵 他怎么走 他平车抓马 我马吃将军坐上 退马将坐上将军上三楼 死不了 好嘞 试试看吧 这里呢黑方有很多走法 好像是不是也可以炮二退印 但是我现在无论如何哈 我一定要确保啊 红方没有这个巨马冷招啊 要小心的看 这个旗如果认为有发大师已经很难下 那就错了啊 等一下我要准备走一个车一进二啊 把这个巨抬起来啊 否则等一下被暗杀也说不定 因为巨马呢很多这些冷招啊 什么叫做冷招呢 就是你没有看到的时候突然间把你给杀了 会输得莫名其妙啊 炮灰什么啊 炮灰被换 哦怎么被换方法呢 有吗有机会跟我交换吗 抓着车哪里抓着车 现在红方有发大师会考虑怎么走 他会不会马齐进五呢 马齐进五我炮打中兵啊 他敢不敢这样下 我刚才算了一下他好像没有暗杀我的旗啊 所以我必须啊还是必须小心处理啊 不可以过于乐观啊 这个起 毕竟 啊 红方呢只要有一个巨呢 他瞄住你的生命线的时候啊 生命线就是在王旁边啊 啊这条线 他瞄住你啊 这样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击 所以不可以大义啊 所谓大义是荆州啊 要小心处理 所以等一下黑方呢 感觉居易进二啊 这部居抬起来啊 这盘棋的前景啊 就看过去很乐观了 所以呢我们再等一下啊 看这个红方 在这个接下来的五分钟选择什么啊 他选择了马齐进五啊 这部棋也非常有道理 那我的这个 哦 我没有必要走那步哈 嗯 这部棋我要深思一下各位啊 因为这边呢很关键啊 炮如果打中兵 他有G4平6呢 我先车一平二先抓一个马怎么样 是不是啊各位 我先把这个G赶走 把这个马赶走 对不起讲错了 好像 好像